大家好,今天咱们用这个蒜苗和五花肉给家人做一道下饭菜 你看这菜不起眼,那它是非常的下饭 首先我们将蒜苗改刀,五花肉切薄一点的片子 这个五花肉放在冰箱冻一下会更加的好切 再配点生姜,蒜片,起火烧锅,热锅拧油,下入五花肉片 咱们用中火将五花肉片的油脂炒出来,再打掉多余的油脂 放入生姜,蒜片,豆瓣酱,老干妈,中火炒出香味 先下入蒜苗杆,炒至断生,再下入蒜苗叶,生抽,白糖调味 这个老干妈和豆瓣酱有咸味了,咱们就不用再加盐 大火爆炒,即可完成,你学费了吗?学费了别忘记双击收场